大家好 我们现在继续来讲第三个知识点 现在我们一样是在 这个单元 再生能源 应用于静零碳排 那我们接下来要谈的是第三个知识点 第三个知识点就是太阳能发电的计算 太阳能发电的计算 首先要说明 就是太阳能电力计算之前 大家要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太阳能的电力系统 太阳能电力系统就是就像这一栋大楼 这是台科大的 建筑科技中心 这18片玻璃 我们本来是一般玻璃 那我们台科大为了把我们所研发成功的太阳能格热玻璃 放在这边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一般玻璃都把它换掉 换成我们台科大研发成功的太阳能格热玻璃 所以 当这个玻璃装上去以后 我们就要去计算它的花电量 那大家知道呢 这个太阳能的电力出来是直流电 所以他一定要转成交流电 才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每一片太阳能玻璃 那个线路呢就把它串并连起来 然后从天花板这边走过去 走过去呢就沿着管道间走下来 走到四楼的地方 走到四楼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呢把所有的直流电汇集起来 做三串六并以后呢 我们经过这个直较转换器 转成交流电以后呢 然后就到我们的大楼配电盘 这个电呢就可以给整栋大楼使用 这个是 很基本的 所有的太阳能的电力系统都是这样 都是都是用这个方式 我们这里有一个实际应用案例给大家 参考一下 这个地方是在祖北 然后也是一样装了这样的太阳能玻璃 装在 装在 办公室的屋顶 装办公室的采光罩 然后我们这个 这个公司呢 他是把这个电 拿来接到电力公司 跟电力公司做衔接 然后 产生电的自己用 那我们总共用了9片 1米1乘1米4的太阳能隔热玻璃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一天在2023年10月11号 我们做了一些实测 实际的测量 这个呢是从直交流转换器里面所 解体出来的 当天的一个 发电的信息 我们瞬间呢 这9片玻璃产生689瓦的电力 689瓦的电力 但是呢 这个整个办公室 他的耗电量才702瓦 也就是说这个玻璃有很好的隔热功能 所以 空调都不用开 空调不用开 就不会热 各位看到呢 那天是有太阳的 可是都不用开空调 所以呢 702瓦的电都是用在做办公家具 也就是下面呢 有一些电脑啊 电冰箱啊 这些的用电 所以我们台电只需要供应他13瓦的电力 13瓦的电力 也就是说 不需要空调以后呢 所剩下的电就很少 所以我们所花的电呢 啊 就可以够 这个办公室 使用 台电只要给他13瓦的电力就好了 所以 相当相当的节能 然后我们问了 该公司老板 他说 在还没有安装这个玻璃以前 用一般玻璃呢 两个月 一起的电力要8024块 但是安装以后呢 他只需要大概四分之一 大概1978块 就两个月 所以代表说 这个 玻璃装上去以后 除了可以省空调 所产生的太阳能电力呢 非常的充足 所以 他 所需要台电的电力就很少 所以 大概在3.75年啊 这个所发挥的 成本就可以 回收 投资报酬率达到21% 所以这个是 实际应用案例啊 很值得各位同学去了解 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这种东西 就是你一定要实际的监测 看到实际的效果 而不是说只有一些理论计算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理论计算 就说 刚刚那个是实际量测 那 可是一般建筑物 我们还没有盖之前 我们怎么去算出 他的发电量 就这个是监测 那我们 还没盖上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先 看他的发电量啊 才知道 这个值不值得安装 所以我们现在 太阳冷电力计算就非常的重要 那 在了解太阳冷电力计算之前呢 我们就要首先了解 什么叫光电转弯效力 光电转弯效力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个太阳的模组 在做他的量测发电量的时候呢 就是以这个来讲啊 这个是1.1乘1.4米 也就大概1.5米平方左右 然后也就是说 他所发的电量 除以1.5米平方 就是单位米平方的发电量 单位米平方的发电量 大概 假设100瓦左右 然后我们太阳冷的标准照度 就在这个晴天 各位看到这个地板 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大晴天 所以大晴天呢 我们的太阳的标准能量 是1000瓦每米平方 所以这两个去 除的结果 就是我们讲的光电转弯效力 就是太阳的光的能量 转成电的能量 它的比例的关系 如果以100瓦每米平方的 发的电量呢 就代表 他的转弯效率就10% 也就是1000瓦每米平方的光能 可以转出100瓦每米平方的电能出来 这个在做 计算的时候呢 各位要 先了解 所以我们这个太阳冷电力计算 就是用 套装软体 现在德国日本 都有很强的套装软体 误差呢大概是5%左右 5%上下 所以算出来的电力非常精准 首先呢 他可以做一个3D建模 就任何的 结构物都可以 不管装在屋顶 装在那个 立面 屋顶或立面都可以 他都可以任意的 像autocad的一样建模 然后呢 他也可以在 附近的 做一些 其他建筑物 看他阴影的影响 一般我们在度位期不太可能就是独立的房子 可能附近都有一些建筑物 然后他的阴影的影响 然后最后呢 计算结果 他可以算出每个月的发电量 每个月发电量 还有经济性评估 到几年可以回收 这个很重要 对投资者来讲 很重要 所以呢 这个在各个工程 顾问公司 建筑师 事务所 都一定要写 所以各位同学呢 一定要好好的写 这个软体 这个软体呢 你以后 到职场 一定会用得到 一定会用得到 很重要 那各位会想想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每个 案例都用 这个就是在高雄 装太阳能玻璃的一个案例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把它装上去以后 那这个呢 在还没有装之前 业主都要求你 算这个 总发电量给他看 然后呢 到底几年可以回收 所以这个呢 都是非常重要 各位一定要 好好的写这个软体 好好的写这个软体